好 到底是不是张冠李戴 我们看到有风鱼生技的总经理 也是呢 有风鱼集团千金合一加 他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他可以说在现场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 农粮署的新规定 强调所有的包装呢 都是合法 不过他也坦诚 有些商品确实是向外县市农场买来的 这个大概占整个销售比例 百分之四十左右 特别把有机蔬菜的产品包装 放大让记者拍摄 自家贩卖的有机商品 产地标示到底有没有张冠李戴 永风鱼生技总经理和一加亲自出马 那这所有的东西呢 也都是按照政府的规定 我们的认证单位 希望我们这么做 三句话不离心法规 指的就是这一项 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第24条 有机产品必须标示产地 但仔细看 只要写出生产国家就可以 按永风鱼生技的包装标示一比对 写在前面的台湾才代表产地 至于宜兰指的则是分装厂 字面上一切合法 但不能否认 就算有机蔬菜包装打上永风鱼字样 却不一定产自永风鱼自家农场 我现在没有仔细的加数 我想大概是在二三十家左右 绝对不会超过40% 年轻总经理面对记者追问 回答有点结巴 还得帮手在一旁传纸条 其实他正是永风鱼集团 大老板何寿川的宝贝千金 镜头前情神细语 但声明稿措辞强硬 要对不时报道提告 只是到底是报道不时 还是产地标示不清 消费者心中自有一把尺 昨天新闻 翁启平凡心雨台北 翁启平凡心雨台北